根据市文旅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期间 北京共接待游客1696.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96.2亿元 同比增长9.4% 10.2% 比2019年同期增长18.5% 23.1% 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假日期间 市文旅局精心设计推出12条文博休闲度假攻略线路 21条经典文旅骑行线路 和10个特色乡村游等旅游线路产品 使文博游 京郊游 微度假 跨城观眼加旅游 特色商圈游 网红潮玩打卡地游等 成为今年五一假期出游主旋律 作为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小长假 今年五一用户的出游需求迎来全面的释放 旅游消费呈现出井喷式的爆发 旅游市场进入到了多点开花 全面繁荣的态势 像航班 火车运力以及酒店民宿的接待能力 均已经超过了疫情前 旅游市场发展和旅客的消费意愿都更加均衡了 无一假期 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共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04项 1,210场 活动项数 场数 同比分别增加11.6%和6% 此外 乡村有累计接待游客286万人次 同比增长22.9% 营业收入3.4亿元 同比增长24.3% 严禁区 密云区 淮柔区游客接待量 位居前三 数据显示 度假型酒店还有特色民宿 在假期期间 预定量同比去年增加了1.3倍 过预定量多了 价格较去年基本上是持品的 经济型的酒店回归经济 总体产业规模大了 今年的五一是旅游市场 全面复苏的一个标志 北京台报道